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我開始這個頻道都有大半年的時間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曾經都試過寫手帳 或者他們都很想寫很漂亮的手帳 但每一次都很怕自己堅持不下去 關於這個話題,我都有些寫手帳裡面 覺得很失敗的經歷,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在用的手帳就是這本KGK藍色的手帳 它是活業手帳 最初選擇的時候,因為它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可以自己customize 但慢慢我就因為它很重,很大本 所以經常把它放在家裡 以至我每天可以在回家後才寫手帳 但回到家後又覺得很累 很多不同的事情要煩惱 結果很多天都沒有寫手帳 但我覺得這不是最失敗的經歷 而最失敗的經歷就是 當我再一次打開手帳的時候 我會稍微想迫自己去寫一些之前沒有寫的那些日期 但我起初去寫手帳的時候 我最享受不是寫下我純粹發生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而是我想將自己的真實的感受 當刻發生的不同的經歷寫下 你知道我將來看的時候 會覺得原來我當時是這樣的 那我想回我自己這些手帳的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其實寫手帳不一定要每天寫 或者有一些時間真的沒有寫到也不要緊 因為最重要是你每一次寫下的 都是你最真實的感受和你的經歷 所以在2018年快來到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重新去檢視過自己什麼手帳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我選了什麼手帳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就在台灣訂了一本新的手帳回來 它就是由實生美術出的 那它很輕身的 打開了之後就是這樣的了 我特別想說一下這個內頁的設計 因為它是沒有每天的分隔線的 你可以隨意地去分配每天寫多少東西的 而它的版面設計都是很簡約很文青的感覺 而且它的質地都是很舒服的 最重要的是它真的細本很多 比起我原本的那一本手帳 是更加容易攜帶出街 讓我可以隨時隨地把我的感受 和我想到的東西寫下的 而第二款我新買的手帳呢 就是幫助你規劃日程的手帳 它在lock on 都可以買得到的 而我就選了打直的周間這一款設計 它有個書套可以讓你擺下東西的 裡面的內頁都是很優雅很漂亮很簡約的 它每個星期和每一日呢 都可以各自寫三個的目標 或者to do list的 而每一日呢也都有時間線 你可以按你每一日的時間分配 好好地規劃 那我就覺得這一本呢 是很適合一些需要每一日去計劃的人 我現在的工作呢 都開始多了一些需要自己去計劃的時間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本手帳了 而我呢 都是第一次用這一種打直的周間而已 那我自己都很期待 很想看看呢 是不是真的又漂亮又實用 那聽了我講那麼多關於手帳的東西之後呢 我都很想聽下你們的分享 那在2018年就來來到的時候呢 我都預備了一個giveaway 那就是呢 有兩本的手帳可以送給大家的 那如果你想參加這個giveaway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你為什麼會寫手帳 那我就會選兩位朋友的 那這一本呢就是大里石文的 那有一些閃閃的的 那這一本呢就是星空的封面的 那你也可以註明你想要哪一個封面 如果你看手帳裡面呢都有一些疑惑啦 或者覺得很灰心的話呢 我鼓勵你不要放棄啦 繼續去找合你的方法 還有呢去找回你寫手帳的那個開心的時刻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再說一次參加辦法啦 就是like我這個video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為什麼你想寫手帳 最後留下你的IG帳 或者你的聯絡方法 讓我可以聯絡到你